各位东昂的学员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咱们CPA审计的基础班课堂 那么这一讲我们开始学习的是第二章审计计划 从基础班的角度呢 我们先也是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这一章在考试的重要程度 以及在本年度2021年的考点 那么从重要程度的角度啊 我们第二章把它作为比较重要的 其实比比较重要还要重要那么一点点 对那比较重要的内容当中 我们说它非常有难度的 大家都知道是第三节的重要性 那么比较重要的章节第二章 比较难的是第三节的重要性 从考试的提醒来讲 本章的内容啊 重要性的这个知识点会在综合题 简答题多选题单选题 也就是四种题型都会涉及 那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内容呢 就涉及的是单选多选 所以我们说本章有一点特殊啊 第三节重要性会在各种题型当中涉及 如果把重要性的知识点掌握了 那么这一章的内容 它又为教材16.6打基础了 重要性的问题在16章第六节 也就是集团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它也会讨论集团财务报表的重要性 和组成部分的重要性 重要性的问题当中 它讨论的是错暴的程度 那对这个错暴的程度呢 实际上是夸张节的 一个是咱们的第二章第三节 第二个呢 18章第一节 所以重要性的问题有夸张节 错暴的问题有夸张节 当然重要性的问题 这个我们讨论的杯子的问题 比如说老师的讲台旁边 也放了这个杯子了 他实际上在18章第一节 也会再次讨论 所以呢 他也在重要性的问题当中 也会讨论这个重要性的 这个杯子的修改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审计计划这一章呢 实际上是有三节内容 围绕教材的三节内容 老师给大家梳理出来 一共有13个知识点 或者考点 那三节内容的第一节呢 一共有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三节 三节 三节内容 三节内容的第一节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2.1 教材的2.1呢 他核心的问题就是接业务 承接 接还是不接 如果接了签订审计业务 约定书 所以我们第二章 他的内容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实际上他又包括两个 一个是呢 一个是接业务 第二个接了业务 了解识别评估 做计划 在计划里面呢 涉及到要查重大错报 好 希望大家对每一张啊 他的本身的庐山真面目啊 我们要去识别 那我们 审计计划这一章 要去接业务 这个内容 在第二章第一节 他有一个非常审计的术语 他叫初步业务活动 因此 我们第一节的内容 第二章第一节的内容 三个考点 第一个初步业务活动 初步业务活动当中 他会包含一个内容 什么内容呢 那我能不能接呢 那我要看我右手 审计有不有 前提条件 两个条件满不满足 好 我初步业务活动 是解决 接不接这个业务的问题 他包含有一个内容 审计的前提条件 也就是看左手 他的报表怎么编 他认可理解 他左手管理者认可理解 他对报表的责任了吗 那这如果两个条件 不满足 我们是不能接的 所以初步业务活动 是解决接不接 接不接的时候 又有一个知识点 叫审计的前提条件 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决定承接 那我就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 审计业务约定书 它的本质呢 是一种业务委托 受托的合同文件 那在审计业务约定书 这个知识点里面呢 又有特殊的情况 我承接了 情况有变化 我不能做下去了 我要变更业务条款 所以这是我们第二章 第二章第一节 大家已经感觉到 非常非常雷人的这些表达 是的 好 那我承接了以后呢 刚才讲 我就做计划 我做计划 就是计划本身的内容层次 有两个总体实力策略 具体实力计划 在第二节 那做计划当中 它的核心内容是 查出重大错报 包含第三节 对 那第二节的内容呢 就是总体策略和具体计划 也就是我们树立出来 13个 13个知识点的第四个 那总体审计策略里面 要回答重大加错报 那重大呢 就引入审计当中的一个概念 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审计教材第二章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非常重要 非常奇怪的一个概念 就叫重要性 如果我们回顾第一章的内容 我们觉得第一章审计概述 它有一个非常奇葩的概念 我们之前做梦都没想到有那么一个概念 那我们可以说它叫认定 所以教材 审计教材第一章有个很奇怪的概念 叫认定 审计教材第二章本来叫审计计划 它有一个很奇怪的概念 很特殊 很特殊的概念 叫重要性 三个字 重要性不是 不是形容词 它是名词 对 好 重要性 三个字 第一章如果说有一个很奇葩的概念 我们可以把它给认定 认定 这两个字没听说过 对吧 是的 好的 那我们重要性是如此的奇怪 奇葩 陌生 以前都感觉不到 没有见过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打开重要性这个知识点 好 打开的时候 我们希望大家放在一个画面当中的理解 所以老师给大家要梳理出来的重要性的 第一问题是认识重要性这个杯子 然后在这个杯子的基础之上 我们理解重要性这个概念 打开这个概念 它就有几个维度 第一个 财务报表整体的 第二个 特定类别的 第三个 实际执行的 第四个 明显微小的 所以我们说 重要性的杯子包含有财务报表整体的 特定类别的 实际执行的 明显微小的 好 那我们说重要性是基于什么的重要呢 是对错报 错报是被识的单位财务报表的 我对错报的程度 那我们在省与者 我们重要性的制定在实施过程当中 我可能需要修改 也就是说我原来的 确定的重要性可能偏高 我可能要修改 有的东西说有没有偏低啊 偏低了 多做了程序 做了就做了这个程序 我们说往往是这个重要性我确定的高了 我可能要调低 那重要性的修改呢 这个问题同时要跨章节到18章第一节 错报的问题也会跨章节到18章第一节 所以我们本章的第十二个知识点 第三十三个知识点要跨章节 那这个杯子的问题刚才老师给大家讲了 要跨章节 16章第六节 是的 围绕第二章十三个考点 最奇葩的十三个字叫重要性 对 最重要的就是重要性 好 老师帮大家处理出来这十三个考点当中 大家注意一下呢 哪些是比较难的呢 相对来讲 老师给大家梳理出来 提示各位 这个难点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你学的时候很难 第二个 它非常重要要考 第三 考的时候还得分也有点难 或者丢分很容易 所以我们说难 中 易 我们给了这么三个程度 对 那教材在应该说第一章第二章 或者是第一到八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五十六章 在一共 大家可以看看 一共有十一个章节 我们2021年的教材 一共有十一个章节 他的修订的力度不大 但是剩下来还有十二个章节 他修订的力度又非常大 我们2021年的整一教材 并不是每一章都修订的差不多 他有的是巨大 有的是不怎么修订 比如说前八章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二章 所以我们就是说第一章第二章到第八章 这个教材有修订 修订的力度不大 不是实词性修订 我们都把它说对个别文字修订 所以对于前八章教材修订的问题 我们可以归纳一下 那我们现在呢 就按照记者班的节奏 我们放到各节 先要回答每一节有哪些考点 比如说第一节 很奇怪的一种表达 刚才老师已经给大家分析了 叫初步业务活动 那初步业务活动呢 我们本来第二章叫审计计划 初步业务活动是审计计划的内容吗 不是 但是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初步业务活动不是审计计划 审计计划在这里 请看图 所以老师就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 因为这补充的这个知识点是 过往同学们在学第二章 比较晦涩难懂的 那我们用图来告诉咱们同学 本来第二章叫审计计划 那审计计划这四个字 我们中国人看中国字 审计计划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 两个层面或者是层次 审计计划分总体和具体 本来第二章就叫审计计划 审计计划包括总体和具体 但是呢我们初步业务活动算什么呢 它不属于审计计划的内容 它是我们住的管理师 计划审计工作的一个环节 我计划审计工作 接业务 接完了做计划 所以我们回答两个概念 计划审计工作和审计计划 有没有不同废话 一看就出来了 对吧 因为教材写的比较难以理解 我们用画面告诉大家 计划审计工作和审计计划 是不同的 计划审计工作包括初步业务活动 和制定审计划 而制定审计划的内容 又分成总体和具体 总体和具体之间 它们又互相发生化学反应 所以呢 我们得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 补充这个知识点呢 你回头再去看我们教材 第一章第六节 再去看我们教材 第七章第八章 再把我们教材拉长 看一到十九章 你慢慢的你就知道 审计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呢 第一步就是接业务 初步业务活动就是接业务 这是说的比较吐巴拉几的话 我们要说的比较高到上 和准则的语言 就是承接 接受和保持客户关系和具体业务 实际上是接业务 还接业务吗 接不接 更厉害 我们河东失吼的说 接不接 对吧 对 所以我们说 初步业活动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来接业务 接不接 能不能接 能不能接有条件 对 所以计划审计工作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接不接业务 接了就做计划 各位同学看箭头 先承接再来谈审计计划 好 那这个第一个知识点 我个人建议大家尊重 教材隐含了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说 初步业活动 初步业活动 一定不是审计计划本身的内容 它是计划审计工作的一个环节 那怎么来表达 我们用图来表达 用文字怎么说呢 请注意 用文字说 大家这一句话也要读 因为我们右手 这个ABC事务所 承接假公司上市公司财务报表 因为假公司上市公司财务报表 根据制度安排 每年都要审计 不是ABC審 就是XYZ事务所審 反正有一家事务所要审计 所以我们常常是 某一家事务所连续审计 这一家公司的话 所以计划审计工作 实际上是一个持续的 通常在前一期审计工作结束后 就开展了 本期 那前一期叫2019年 2019年的审计报告 签字盖章了 我们就进入到第一稿的整理 归档 归档了以后就保存 那么我们到2020年的时候 我们到10月份 我们就要做2021年的预审 就是说前一期审计工作结束 什么叫结束呢 审计报告 签字盖章 那我就开展了本期 本期我们假定说是2020年 所以咱们看文字就要举例 有时间 有地点 有画面 我们大概能理解 否则 这个ABCD的题目也好 文字表达也好 你就很懵 你不知道在说什么 如果中国人看中国字 都不知道这个字在说什么 那是很痛苦的 那也是很悲催的事情 好 各位同学 很多同学提出来 这个计划审计工作 和审计计划是什么关系 计划审计工作 为什么有个初步用活动 因为计划审计工作 包含初步业务活动 初步业务活动就决定 接不接 接了才有审计计划 对 好 这都是跟我们 灵机组的同学 做一个补充 那么审计计划呢 它本身的内容 内容 审计计划的内容 包括总体距离 计划审计工作 就包括初步业务活动 和审计计划 那如果包括初步业务活动 和审计计划 这个审计计划呢 就变成了动词 它的内容 就包括总体和具体 好 搞清楚的这个逻辑 我们有图 我们还要请大家 读一下 这个图 告诉你的讯息 所以看图说话 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 有一个图 下面就可能要 看图说话 说专业术语 计划审计工作 包括 初步业务活动 审计计划 这个放在ABCD里面判断 对的 其中 我初步业务活动呢 你包括初步业务活动 和具体计划 是不是审计计划 对吧 初步业务活动 解决什么呢 业务的承接 保持 我不接 我终止 所以初步业务活动 我们常常 一般的同学看 业务承接 其实同时包含 是不是不承接 业务保持 我是不是终止呢 你还得看 通过一个词 要看到反义词 对 初步业务活动 解决 业务承接 或保持的问题 可以不接 可以不保持 不接 拒绝接受 不能接的意思 不是我卖萌 不是我撒娇 我不接嘛 我不接嘛 不是这个意思 对吧 我不承接嘛 这个东西我不吃嘛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你撒娇 卖萌 是我不能承接 好 那么 审计计划呢 各位同学 常常在ABCD里里会 埋下这个阴 这个陷阱 审计计划是承接后的工作 所以这个看图说话的内容 是非常建议大家真的看的 因为这是刘老师觉得这里是你很难懂的 所以我们给你解画图 看图说话 把这个问题解决 也就是说 在接下来 我们看书也好 看题目也好 或者是看讲页也好 这两个词是完全不同的 哪两个词 计划审计工作 审计计划 完全不同的含义 因为计划审计工作是一个过程 审计计划是指内容 计划审计工作 包括审计计划和初业务活动 审计计划就是成见业务以后 讨论的问题 完全不同 那言外之意 我们第一节的第一个考点 是打底子 是补充一些行业的表达 行业的术语 打个底子 那么进入到第二个考点 就是初步业务活动 前面打了底子 我们就能理解 初步业务活动 是我计划审计工作的一个环节 解决接不接保不保持 那么接不接保不保持 它有条件 对 而且接业务是谁接呢 从今天你告诉自己 表面是人去接 但是成见业务的是法人 是要签合同的 它是指宿所 接业务是宿所去接某一个业务 所以我们说第二章 它确实是有一点不好理解的 初步业务活动就解决接不接 那你说谁接呢 这个承接按照注册会计事法 是有法人资格才能接 这个法人就是指宿所 但是宿所要委一派 某些授权的人来讨论这个问题 讨论某一个业务的时候 是项目省计项目活活人 宿所委派项目活活人去接业务 但是呢 这个接的业务 是什么有法人承接的 是宿所承接的 那么审计业务约定书当中 就有甲方乙方 那乙方就是某某 ABC会计是宿所了 所以你看初步业务活动 太麻烦了 是不是 很不好理解 那初步业务活动 我们在第二章讲到的 是指某一个业务 审计项目活人 宿所委派 代表宿所 开展初步业务活动 确定能不能接 开展的初步业务活动 叫内容 确定能不能接 叫目的 能达到准则的目的 才能接 所以初步业务活动 包括两个点 一个是目的 一个是内容 所谓内容 就是你要去做程序回答 目的是准则提出来的要求 或者是成绩业务的条件 我有什么条件 所以在成绩业务的时候 就有甲方乙方 甲方乙方 我们事务所 事务所是右手 是乙方 甲公司委托我们事务所 甲方乙方 甲方乙方 对 从我们是乙方 那我们就要回答 我要满足 我作为助手会计师 我是承接审计 审计呢 他就是要符合审计的定义 他要独立 他要有能力 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目的 要满足 第二 我承接的是 甲公司着手 他要诚信 否则 我们被他玩死了 对不对 他不诚信 有舞弊 我查不出来 最后这个公司爆雷 财务造假 我们跟着他 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要求 接不接的时候 要考虑管理层 是不是在诚信方面 有重大的疑虑 如果有 不能接 第三 由于涉及到甲方 和乙方 我们要看 管理层理解 任何他的责任吗 内控他有吗 工作条件提及吗 什么收费是多少 那么 有 还有 我的报告是什么 我对审计 过程当中的 一些业务条款 要给他交流 沟通 能达成 一致 所以 我们说 初步业务活动 这个 很 审计 术语的概念 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目的 一个是内容 那么目的 要满足三个 那我怎么去满足 这三个呢 请注意 我们说 所谓内容 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实际上 我从三个方面 就获取证据回答 满不满足这个 What 那么这个 号 就是程序 程序的时候 前面老师 已经反复讲了 初步业务活动 是一个业务 承接的问题 谁去接呢 诉所 它是代表法人 法人 委派一个 伙伙人 这个伙伙人 叫 项目伙伙人 他对这个业务呢 总体负责 所以 初步业务活动 不能是住的会计师 这五个字 不能是住的会计师 他是 真正的接的是法人 那么法人 也就是诉所了 他委托的是一个 项目 省计项目 活活人 他对这个业务 总体质量 要负责 他最后 这个省计项目 活活人 在省计报告里 签证盖章 对 好 我们说 那我们理解 目的我知道 这个号呢 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就是做程序 什么程序呢 由于是诉所去接 所以 21章 对于一家诉所 能不能承接某一个业务 或者是能不能承接某一个客户 我们有准则 2021年 这个准则 做了颠覆式的 完全推到从来的一个修订 或者教材 21章 已经完全 完全怎么了 物是人非了 对不对 彻底修改 过去的说法 全部去掉 重新再来 我们这个叫做 质量管理 21章 记住 我们从 我们从第一章就要说到23章 对吧 有联系我们就说 然后我们是诉所就接嘛 那诉所 接业务是有要求的 我们把这个要求呢 叫质量管理 事务所是有质量管理要求的 他背后有三个准则 三个准则 三个准则 好 那我诉所是一个法人 诉所是一个法人 是有所在的行业的规矩的 我们把这个叫职业道德 道德层面 最后两章 就才在2021年 最后两章的内容 也做了非常大的修订 好 那我们说 你看 我做什么程序啊 我承接初不业务活动 初不业务活动 是我诉所 直接是法人来承接 只有法人来承接 所以我满足21章的 资料管理程序 背后有三个准则 同时我要遵守职业道德 要求 然后就某些条款 我要与甲方来说 甲方 乙方 甲方是委托的 被审计单位 乙方是我们诉所 所以我们要签约 那么就要达成一字 有关条款 我们一一来共同 达成一字 那这个表 各位同学 你 不管怎么吐槽 不管 你是什么想法 刘老师给你提出来 只有一个想法 如果用一个字说 你就背 如果用四个字说 你就使劲硬背 你死活要背 为什么 他要考 他要给分离 你要不要 比如说 2019年 就开始 我们开始看题目了 2019年 他说应当开展出 业务业务活动 他是谈目的 还是内容呢 开展业务活动 那就是内容 内容就是程序 程序的话 我们就知道 开展出不业务活动 很奇怪 他不是一个人的 一个作者会议室的问题 他是事务所 他是事务所 开展出不业务活动 是事务所承接 是事务所承接的话 事务所是一个组织 一个法人 他要遵守21章背后的 质量管理程序 这就是21章 你现在就要记 我们说了 死活要背 死记应背 一个字 背 好 三个方面的活动 第一个 质量管理 第二个 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 第三 达成一致 其他的 比如说 确定神级项目组成员 这个是承接以后的事情 承接以后的事情 所以 骚扰 这个题 两分 你说难吗 掌握了 一点都不难 你理解了 计划审理工作 包含初步业务活动 初步业务活动 解决接不接 谁来接 事务所来接 委派谁 审理项目 活活人 接的时候 要做哪些活动 内容 实现什么目标 好 那我们 接不接呢 因为我右手去接 假公司 我右手去接假公司的 比如说 我是ABC的A 我就接 ABC的A 承接 承接A 假公司的报表 那假公司是编报表 我们是审计 所以审计准则 在2010年 对 承接业务 也就是我们说 1121号准则 提出来一个概念 七个字 审计的前提条件 那我右手 右手 承接左手 我的三角形的 B 承接A 我有审计的前提条件 这个概念 各位同学 也是审计准则当中的一个专业术语 审计的前提条件 七个字 审计的前提条件 是指我右手要去审计 我要看什么 看左手 审计的前提条件 就是我右手 看左手 看左手 什么呢 我要审计它的报表 所以呢 我要看 左手什么呢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图 我要看两件事情 我审计的前提条件 有两个条件 因为太抽象了 所以老师给你画图 好 哪两个条件呢 第一 我审计的是 左手管理层 A比C的A的报表 那报表怎么编的 他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的吗 是的 这个是合理的 好 这个条件 第二 我有没有审计的前提条件 报表是编的 我要签审计业务约书 我要给他达成一致 达成一致意见 就他的责任 给他达成一致意见 这个条件叫B A和B 两个yes 你才能接 同时具备 你才能接 你要审计的前提条件 几个条件呢 多少个条件呢 两个 请看图 两个 一个A 一个B 两个yes yes 才能接 否则不能接 对 好 我们审计准则 提出来 有一个概念 叫审计的 审计的前提条件 告诉自己 两个 老师在这里给三个信号 是因为 他太不是正常人的表达了 这根本不是正常人 看得懂的 对吧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还要提示 审计的前提条件 好像很简单 我知道了 两个条件 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他这里 两个条件里面 他还包含一个 什么呢 执行审计工作的前提条件 确定审计的前提条件 审计的前提条件 如果我们从语文的角度 审计的前提条件 是名词 那么确定 审计的前提条件 是动词 或者动 宾结构 如果审计的前提条件 是what 那么确定审计的前提条件 是how 他有三个概念 在这里会骚扰我们 在选择题里面 对 哪三个呢 我们就要展开 第一个 执行审计工作的前提 注意 这就是一个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 大家要开口讲话 执行审计工作的前提 执行审计工作的前提 对 他就是执行审计工作的前提 是一个概念 是一个专有名词 执行审计工作 有画面吗 有 审计就是A比C 是的 执行审计工作的前提 是谁执行呢 是B B执行审计工作的前提 就要看A 看A什么呢 你认可理解你的责任吗 认可理解你的责任 他说我认可并理解 我对报表的责任 好 那我们A比C的B 我们右手就说 我有执行审计工作的前提了 否则就没得谈了 这个专有名词 专业术语 大家要掌握 然后要建立画面 放到A比C里面 三条项 除此之外呢 你又看到了 他认可并理解他的责任 那这个责任是什么责任呢 管理层认可并理解他的责任 他这个责任叫管理层责任 这个管理层责任呢 我们在审计的五个要素 第一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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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的五要素 五个要素大家还记得吗 第一个要素 三方关系 然后我们审计凭证据说话 我们的过程就获取证据 根据证据形成结论 发表一件出去报告 那我的证据是什么呢 我审计报表 要判断这个报表符不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 所以我们说 管理层认可并理解他的责任 管理层的责任 管理层责任 是在三方关系里面 已经讨论过了的 三方关系里面学习过了的 这个是教材在不同的章节 分不同的角度在说 那我们回到执行审计工作的前提 这个大家要读20遍吧 要背下来 执行审计工作的前提 如果实际应背真的不好背 如果有画面就很简单 就是右手执行审计工作的前提 是看左手管理层 我要审计的报表 你认可并理解 你对报表的责任吗 这个我们叫管理层责任 这个管理层的责任 在第一章第二节 老师给你在基础班讲了 有三个方面 那三个方面呢 第一编报表 使其供应反应 第二呢 建类控 第三个提供条件 对 所以我们说 我们给他概括总结 揮纳总结一下 编报表 建类控 提供条件 这就是他的责任 背下来 跨章节 1.2 2.1 管理层责任 执行审计工作的前提 我们看神迹的这些表达 就像在梦中说梦话 像吃人说梦 你要去读懂这个梦话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说 我有执行审计工作的前提 那我能不能承接呢 我有两个逼不可少 同时要满足的条件 这就叫审计的前提条件 有什么条件 两个 我们说条件A 条件B 条件B 条件A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编报表的 这个会计准则 比如说 大家知道 周黑鸭 对吧 周黑鸭 周黑鸭在香港上市 周黑鸭他在香港上市 没有在 没有 还没有回归A 那么 你要去审计 周黑鸭在香港上市的报表 你就看 他是不是按照 香港会计市公会 那个会计准则的标准 来编的报表呢 这就是A 他说是的 那么我们是谁 审计周黑鸭呢 比如说安永 审计周黑鸭 那我就要确定 我给他达成一致了吗 达成一致意见了吗 就什么 就什么达成一致呢 執行审计工作的前提 和业务约定的条款 达成一致吗 我两个条件 第一个 编制几手 问题是对的 第二个 与他的责任 达成一致了吗 什么责任 编报表 建内控 提供 工作条件 就什么 就这个A和B 都满足了 好 我要确定 A满足吗 Yes B满足吗 Yes 这叫确定 审计的前提条件 那审计的前提条件 是什么呢 我如果把确定两个字去掉 审计的前提条件 那就是A和B 这个公司周黑鸭 他的报表 是按照什么 快据准则标准编的呢 第二 我给他达成一致了吗 A和B 叫审计的前提条件 回答A和B 符不符合要求 就要回答Yes和No 这个叫确定 所以第三个考点 审计的前提条件 包含什么 执行审计工作的前提 这种表达 确定审计工作的前提条件 如果审计的前提条件 叫第一个问题 确定它 就是第二个问题 在审计的前提条件当中 两个条件当中 包含执行审计工作的前提 这里有三个术语 不同 好吧 你把这三个术语 各就各位 那我们说 刚才讲到了 周黑鸭在香港上市 那么我管理层在编制报表 采用的编制技术恰当吗 我怎么知道 那我就要来评估 你采用的编制技术恰当吗 对此你单位性质 好 周黑鸭 那编制报表的目的 它上市公司 它在哪里上市 在香港上市 这个周黑鸭是什么企业 食品类企业 好 有没有法规 有没有要求 有香港快据市公会 对这个在香港上市的公司 有没有要求 对吧 那我理论上 有四个方面来回答 来判断 好 确定审计工作的条件 这个图老师 画给大家 大家反复看 确定是一个动词 我确定什么 确定A和B A和B A和B 加起来叫审计的前提条件 A和B 分别是Yes 还No 符合吗 符合 达成一支吗 达成 那就是可以接 所以我们说 确定审计的工作条件 要同时满足 才能接 反之不能接 反之不能接 接了就是 没有达到 宿主质量管理 好 那我们说 审计的前提条件 注意 注意啊 真的是比较麻烦的 它包括两个条件 一定要把这个图有印象 在心里有印象 A 就是采用的编制基础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可接受 好 2020年就考了这个问题 这个编制基础 我要确定 是不是可接受呢 刚才讲了 是四个方面来确定 哪四个方面呢 你这个背神 你带我的性质是什么 上市公司 在中国主板上市 或者科装满上市 这个报表呢 你的编制目的是什么 既然是上市公司 对外公布 这个财务报表的性质 是什么呢 通用目的的报表 那法律法规 对有的行业 比如说汽车行业 食品行业 金融业 这个药品行业 都有没有规定呢 有没有法律法规的规定呢 披露的要求呢 我要了解 这就是你要 去判断 这个 可不可接受啊 理论上的 那这个理论上的问题 本来就很抽象了 但是他还要给你 放在选择题里来考虑一下 他说我在确定 是用的财务报告 编辑基础 那么我无需考虑什么 无需考虑 就是反过来 就是应当考虑了 应当考虑什么呢 你这个报表的目的是什么 是特殊目的 还是通用目的 这个报表是通用目的 因为这个单位 是上市公司 我这个两个要考虑吧 如果我这个报表 是小企业 它是不对外公布 它只是股东要了解 它是特殊目的 然后呢 这个贝神经单位 不是上市公司 好 A和D 这两个是有关联的 因为单位的性质 决定了报表的目的 有关联 然后呢 那既然 还有我们贝神经单位 我了解它的性质 它有和选项C关联 比如说中亚 就是食品 比如说马应龙 它就是药品 比如说 我们说这个 因科医疗 比如说 它就是一种 在防疫抗疫 做这个防护的 是不是 它也有要求 就是决定 它法律法律 有没有要求 有披露的要求呢 所以这个C呢 它也和D有关 大家注意 选项B 也有点正确 出售会计师 你了不了解 这个编制基础啊 所谓编制基础 就是企业会计准则 你了不了解 好像非常正确 但是大家知道 你现在在干什么 接不接 是出入业务活动 等接完了 那这个会计准则 在各个准则 怎么运用 那是承接业务以后的 承接业务以后的 所以我在接不接的时候 我不用考虑B 了解编制基础 B属于承接业务以后 我要考虑它 好 那这个题就是说 说透了 不难 但是你读不懂 不知道在干什么 因为对刚才讲到的 计划审计工作 初步有活动 咱们理解不够 好 接着来看 2018年 他说不属于 财务报表 审计的前提条件 我们说审计的前提条件 两个 两个条件 对吧 两个条件 其中有一个 就是左手管理层 认可理解你的责任吗 就是管理层责任 管理层责任 这个知识点 是跨章节的 我们在第一章 第二节讲过 三个方面 编报表 第二提供 见内控 第三提供条件 好 他说不属于 那我要排除 比如说见内控 这个属于 比如说编报表 这个属于 提供别的工作条件 这个属于 那其中 这个选项是 不管怎么说 我们赖在他身上 肯定不属于了 因为我们说 管理层的责任 就是编报表 见内控 提供工作条件 那选项C是什么呢 承诺更正 这是 这是在 接业务以后的问题 不属于 接业务之前的问题 好 选项C 你管理层 承诺更正 就是在书面 申明书里承诺 你这是应该承诺 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他不属于 审计的前提条件 他不是解决 接不接的问题 是接了以后 做计划 提供 书面申明的问题 本身选项C 本无罪 本没有错误 但是不符合体干 他不符合体干 好 那我接了 我签约 审计业务约定书 这是本节的最后一个考点 那审计业务约定书的内容 包括接了以后 他又 变更 知道吗 接了以后 哎呀 这个不行 这个审计业务约定书 我都签了 但是 我 与 被审计单位的沟通当中发现 我们审计的 达到的 跟他想 希望我们达到的不同 还有呢 还有呢 环境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需要变更 所以在审计业务约定书当中 各位同学 就像我们说 审计业务约定书是合同 合同 它有一个生命的过程 合同 有定力 有变更 有种子 审计业务约定书就是合同 所以审计业务约定书 我定力的时候 有条件 那么合同 它有一个生命的过程 它包含 变更 甚至 宗旨 这是很正常的 只是我们在审计当中 觉得它不正常 所以老师呢 为了提示各位 就 就给大家画一个图 就是审计业务约定书 这个业务约定书就是合同 那么它的内容 长成什么样 举例 那么签啊 有没有可能变更 合同有定力 就有变更 还有宗旨 它有生命的过程 很正常 那变更不能随意 变更是要有理由的 什么理由 二加一的理由 它是有要求的 包括要保密 变更以后 不做了 宗旨了 也要保密 变更是有要求的 是要有理由的 那这个问题单独又是考点 好 审计业务约定书 这个指示点 希望大家从定义 内容及举例 以及变更 展开 展开 审计业务约定书是什么 书面协议 有甲方 有乙方 所以是甲方 是被审计单位 乙方 是ABC事务所 对吧 甲方一方 那么这个合同要明确 它要规定格式 它要明确 委托和受托的目的 范围 关系 双方的责任 双方的义务 以及呢 还有一些违约的事项 和其他事项 它就是长成一个合同的模样 那合同当中 长成什么模样呢 我们把一份合同的内容 甲方一方的 我们给它解剖一下 归纳一下 那么我们说 甲方 乙方 因为我们谈一个财务报表 审计业务的成绩 那所以财务报表 审计的目标 目标就是我宿所 你要审计报表 你目标 我就要看 你是怎么编的 你内容供应吗 这就是我审计的目标 乙方呢 那双方呢 你的责任 我的责任 你的责任 我的责任 左手管理层 右手左手管理师 你的责任 我的责任 你的义务 我的义务 对吧 然后呢 我的报告呢 我的报告 财务报表 编制基础 和审计报告 你的财务报表 符合会计准则 我的审计 过程符合审计准则 最后 我的 提供给你的审计报告 我还要与 治理层沟通 那么 应该是什么样的 一个形式 这个预期的形式和内容 这个预期的形式和内容呢 对我住的会计师来讲 它也不是随意的 它有严格的 规范内容 就是第十九章 五保留意见 保留意见 否定见 无法表示意见 中间五保留意见 各种报告里面 有什么 关键整理事项 等等事项 都有预期的形式和内容 对吧 好 下面大家浏览 不需要去背 审计约委约定书 是一份合同 甲方 甲方 一方 那么这个合同呢 我们来自于 中注写的 财务报表 审计工作 提高的指南 财务报表 审计工作 指南的一般模板 大家理解就可以了 甲方 一方 甲方 甲方是 左手 甲方 左手 一方 事务所 右手 我们回到三角形的 ABC ABC 是不是 好 委托我审计 哪一年的 是三年一个季度 还是2020年的 好 那么委托的目的是什么 委托的目的 就是我右手 要看左手 报表怎么编 内容公寓吗 这是目的 然后呢 我要合理保证 然后在过程中 计划审计工作 我要去合理保证 查出财务报表的 重大错吧 好 目的和范围 那么 你的责任 我的责任 甲方的责任 是什么呢 你怎么编 报表 怎么内容公寓 怎么提供工作条件 认可并理解 你的责任 对吧 好 一方的责任呢 一方的责任 是在审计工作的基础之上 行政议 结论 发表意见 出去报告 跟你沟通 我要遵守 我要按照准则 按照职业到的手中 我要计划 和执行工作 合理保证 好 一方的责任 就是按照审计准则 甲方的责任 就按照会计准则 对吧 好 接着 我们说要收费 对不对 收费的问题是 谈钱不伤感情 谈钱不俗气 就是说 这个收费分两次 签订的时候交多少 报告完成的时候交多少 那我收费的依据是什么 然后做一个收费的 然后报告呢 报告我最后给你几份 对吧 然后呢 还有其他的事项 最后呢 双方签字盖章 法人授权代表 或者是来签字盖章 他就是合同 合同有定例 他有生命的过程 这就定例了 那么从合同这个生命过程 审计业务业金书来讲 他可能变更 他可能终止 这很正常 所以接下来就谈变更 那么变更 我们在这里呢 要提出来 因为他比较 审计的语言比较书面 那变更是指什么 我变更 审计业务约定的条款 是指什么 不能忘忘生意 变更业务约定条款 指的是 我前面承接了 要做审计合理保证 后面我变更为低水平的保证 比如说审阅的有限保证 甚至我不做见证了 你这个报表都没编完 我给你编报表 相当于相关服务 无需保证 变更业务条款 好像很简单 但是教材里写的 这个变更业务条款 跟你生活当中的理解不一样 所以老师采用一问一答 我问问题来回答 加深你们对这个问题的 真正的理解 变更业务条款 就是我已经承接了 签了审计业务约定书 我们都签着盖章 然后随着什么什么什么 我这个审计不能做了 我要把合理保证 高水平的保证 有变更为低水平的保证的 也不叫低水平吧 变更为低于高水平的 审阅或者是不需要保证的 就是 那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观点点 就是审计业务做不了了 我要换 我不做这个审计了 并不是我 并不是我们矫情 是情况有变化 什么变化呢 那就是第二问题 什么原因导致我要变更呢 2加1 2加1的2 是什么 环境变了 性质有误解 这个要背 还有审计范围受到了 限制 可能 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更多考虑不是变更 而是要做替代 不能说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我就变更业务约定条款 不是的 那我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我要做替代程序 也可能是保留意见 也可能是无法表示意见 言外之意 不一定是变更业务内心 好 那变更 有合理的理由吗 刚才说了 有 有环境变化 限制成的误解 这是合理的 那言外之意 那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是合理的 有理由吗 不是 那变更有要求吗 有 理由合理 变更呢 我们对这个 要评估变更业务 对法律责任 我有什么影响 我们为什么变 有什么影响 好 如果你变更 真的变更成了审阅业务呢 本来你审计业务 约定数都签了 甚至做了一段时间了 你要变成审阅的话 那你在审阅报告 审阅的问题 我们在第一章 第一节 讲到了财务报表审计和审阅 也是审报表 也是去审报表的重大错报 它只是保证程度不同 那你在审阅报告里 能不能提及 你前面做了审计程序呢 非常明确 不应提及 为什么呢 因为以免误导 为什么以免误导呢 因为审计是高水平的保证 审阅是有限水平的保证 审阅呢 是做了询问询问 分析分析程序 审计呢 做了很多的程序 好 一问一答啊 那如果变更了 商计程序 我在商计程序的报告里 能不能提及 我前面做了审计程序的能 或者是可以 因为执行商计程序 并不需要保证 但是我可以提 因为在商计程序当中 我就是利用了 著作会计师 审计程序的证据 结果 把审计程序 获取的证据的结果 提供给委托人 好 那我如果不是执行商计程序 我做的是代变财务信息 或者是会计服务呢 不能 所以你变更成什么业务呢 省月 商计程序 以及其他的 除了商计程序之外的 其他的 相关服务呢 这三种情况 商计程序可以提 以前 承接了神经 后来变更了 以前做了神经程序 其他的都不能 好 这个变更业务条款 有合理的理由吗 合理的理由只有两个 还有一个 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不成为合理的理由 有可能是一个理由 那么如果问 合理的理由 就两个 一个性质 存在误解吗 一个环境变化 两分 好的 那第二章 第一节 老师给大家讲了四个考点 首先是一个 作为 审计当中一个常识 或者是一个 知识点的铺垫 叫计划审计工作 计划审计工作 包括呢 包括初步业务活动 和 和什么 审计计划 那本节呢 叫初步业务活动 初步业务活动呢 它有目的 第一个考点是 计划审计工作 第二考点呢 初步业务活动 有 我要做哪些程序 实现几个目的 第三呢 审计的前提条件 第四呢 签计审计业务 约定书 它的内容是什么 变更 条款 变更有合理的理由吗 有要求吗 变更以后 能不能提及 之前我已经 承接了审计业务 然后变更 我前面做了审计程序 等 提不提及 这些问题 所以第二章 第一节 初步业务活动 这个文字表达 比较抽象 但是第二章 第一节 初步业务活动 它和21章 有关联 21章的教材 2021年做了 颠覆式的修订 或者是完全重新编写 因为初步业务活动 它为什么和21章有关联呢 因为初步业务活动 就是接业务 谁来接事务所 授权谁就接 审计项目 活活人 所以在这个初步业务活动 最终承接了 审计业务约定书 就是合同 就要签字盖章 法人就是事务所 他不得不和 他一定和21章 关联 相关联 没错 好的 那么建议大家 把第二章第一节 四个考点 根据讲义的内容 下载 文顾 我们习题班 还有单选多选题 给大家来练习 短 所以我们一节一节的 一张一张的 往前推进 好吗 OK 那第二章第一节的内容 四个考点 就给大家强调到这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